我叫香香姐 我是在展场担任导览解说的志工 我来这边当志工之后 我觉得我其实突然发现 我对台湾其实认识不多 我每次拿到东西之后 我会去看图片 再去叫上你们给我的资料 再去搜寻一些相关的部落格 或者是说一些专业老师写的书 把它沾药出来 但这些摘药 你要做一个是比较平易近人的 而不是那么的艰森难动 比如说我不会去讲到 就说这个石头的成分是什么 因为我觉得导览 你要吸引人家来看 就是你要让他就说 对,这就是我想要知道的 这个跟我很有关系 但是我们就不需要把它带到那么难 我个人因为对于山 比较有感觉 但是对于那种人为的东西 我会对于很多照片产生不可思议的想法 比如说好像是在高雄那边拍到的照片吧 就是这边是晴天 然后另一边是下雨 就是有很明显的落差 就会很惊叹自己住在这么amazing的高雲上面 印象比较深刻的 一对是老夫妻 然后那对老夫妻来看展的时候 他跟我讲说 其实他们也是路过 然后他们来看了展之后 两个夫妻就说 哇,怎么有个这么棒的展 但是他们都不知道 他们两夫妻已经又走出去了 然后又走过来 然后又看了一遍 可是他们就非常感动 过美多久 阿姨又带了一群她的朋友来 然后我就觉得说 那可见是我们这个展场 给她了一些什么深刻的东西 所以她愿意带她的朋友来 这会是有一个影响力啊 那当你觉得说 你不过就是来当一个解说志工而已 但是你可以影响到一些人 那就很有成就感了